英国天津桥商会 五周年以来 环节在英天津桥商 侨胞 共同加快 与中心双边经济 文化发展 首先他们邻居了一批人 是他们的这个 比较固定的活跃的会员 但更重要的可能 也出现了天津 跟英国各国的交流和合作 大家能够调量留在着 商会成员 与英天津级企业家 或者曾经在天津工作创业 并移民英国的企业家为止 为扩大商会规模 增加影响力 当时商会更提出了 一个全新的办公室 就是引进了海外回来 天津商会将紧绝 时代不怕 与时继续 将商会事业 推向新的到处 为商会会员提供更多的服务 提供更广阔 中文的官员 如果我们会参照,我们会参照 Tianjin covers an area of 11900 square kilometers It is home to a population of 15.6 million December 23rd, 1404 Mark the fortification and naming of this city guarding the capital The 14th, 143-14 But not too much to call a one of the four-year-old The 14th, 143-14 The 14th, 144-14 The 14th, 143-14 The 14th, 145 The 14th, 153 The 14th, 163